中欧之间的汽车关税战 准确的说呢 是欧盟方面针对中国汽车加征关税的这个做法呢 那么中国正式开始进行反击 之前已经针对法国的什么啊 这个什么白兰地啊啊 什么还有欧洲的 比如说此前西班牙的啊 这个猪肉呀 还有一些牛奶呀等等这些 已经展开了调查 那么这一次呢 中国出手更是击中要害 那就是直接宣誓谁投了反对票的谁 那么中国汽车呢 中国汽车产业 即便是未来到欧洲投资 也绝不去这样的国家做投资 那直接呢是釜底抽薪 反正呢 作为欧洲的领头羊 那么法国和德国之前说话还有点用 而这一次本身德法两国就是各怀鬼胎 各自盘算 德国是强烈反对 因为德国是汽车工业王国 他自己心里很有数 这个对德国的汽车工业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 而法国呢 反正我对吧 这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我法国之前有一些汽车品牌 如今在全世界早就销声匿迹了 根本就没有人买 所以法国呢 就干脆 这个影响嘛 也是影响德国 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而且在关税保护之下呢 说不定还可以让大量的中国汽车企业 不得已到欧洲投资 到法国去建设工厂 为法国老百姓提供就业率 那么法国的这个盘算真的得逞了吗 中国已经提出 不投资支持加征关税的欧洲国家 欧盟国家 所以法国此举呢 显然并没有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反而让人们看到了后续 那么中国针对法国商品 加征关税所带来的冲击 那么之前呢 中国的商务部就已经表明 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 加征高额关税 那么会动摇和阻碍中国企业对欧洲投资合作的信心 那么这一说法呢 是符合实际的 对吧 你的对商业的友好程度 就决定了后续商业合作的空间 如果双方失去互信 双方之间彼此做出很多不友好的动作 那么投资必然会信心动摇 那么在此之后啊 中国商务部发表此番言论之后呢 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媒体呢 开始有了一些啊报道 那么有了更进一步的具体举措 那就是欧盟成员国支持关税的国家清单 将会失去中方的投资 那么这个显然中国方面手上也是有牌的 你打完了你的牌之后呢 那么就轮到我来出牌了 中国政府和具备一些官方背景的新媒体 先后释放出这样的政策信号之后呢 其实很清楚 就意味着后续中国汽车企业 很有可能是绝对不会选择那些赞成 向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国家去投资设厂的 大家只要稍微了解一下 中国商业的这个运作的逻辑的话就很清楚 就像此前中国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官方部门呢 直接就指导所谓的窗口指导 希望相关企业能够使用国产的GPU芯片 不再使用英伟达的H20什么相关的芯片 那么这种所谓的窗口指导呢 其实影响力也是非常之大的 除非经过特殊批准不用不行或其他特殊原因 你比如说法国突然发现自己吃亏了 赶紧呢比如说像中国方面投资 这个法国的空中客车 搭飞机或是其他的一些合作项目 或是呢把它亚洲所属的太平洋上的法属的一些岛屿 这个让给中国使用等等 那么当然还是有交易空间的对吧 如果他后续做出类似的动作的话 那么也不排除也还有新的可能性 中国车厂到法国投资 中国企业到法国投资 如果没有这些作为交换条件的话 那么我相信几乎所有的中国汽车公司 一定会遵循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就是不去任何一个赞成 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高额关税的国家 做任何的投资行为 这次的加征关税呢 是10月4号进行投票的 那么最高加征35.3%的关税 至少五年的时间 而且是在原本就已经有了 10%的汽车关税的基础之上 那么再加征这么高的关税 那最高来到45.3% 这个对于中国的汽车的定价 包括中国汽车的竞争力 肯定会产生影响 虽然依旧有利润空间 但是毕竟要承受这么高额的关税 即便是让欧洲消费者和进口商 来承担这部分关税 那么由于价格上涨这么多 那么也必然会让这个进口商和消费者 那么它的销量受到影响 我们来看具体看一下 那么中国这次反击 会击中哪些投下赞成票的国家呢 在27个欧盟的成员国当中 一共有10个投下的赞成票 5个投反对票 12个投7钱票 赞成的国家 我们前面说了 法国是带头的 因为法国有自己的盘算 它自己的汽车工业 对吧 朋友们 你们在生活中 有谁是开法国车的呢 我相信几乎没有 或者说很少 对吧 那么首先是法国 然后是意大利 然后是荷兰 还有这个波兰 爱尔兰 拉脱维亚 立陶宛 爱沙尼亚 保加利亚 以及丹麦 大家来看一看 这些都是非常小的国家 除了法国 意大利之外呢 其他国家都是非常小的国家 而且都是高度亲美的国家 也都是美国能够非常把控的国家 那么西欧国家里面呢 除了法国 其他国家呢 似乎 这个就不是呈现出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么波罗的海国家呢 以前就是美国的掌控力比较强的 在这一次 就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政策当中呢 我们看得很清楚 美国在其中的上下其手 反对的国家呢 你比如说德国 对吧 是汽车工业王国 那么匈牙利很明显的 他这些年呢 吸引了大量的中国的汽车供应链的投资 那么另外呢 匈牙利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呢 也一直不错 所以说德国匈牙利投反对票 另外还有一些国家是马尔他 斯洛文尼亚 斯洛伐克 这些呢 也投了反对票 那么弃权票的国家就比较多了 比如说比利时啊 克这个希腊西班牙 卢森堡 奥地利 葡萄牙 罗马尼亚 这个瑞典 芬兰等等 反正呢 投弃权票的这些国家呢 干脆 我呢 谁都不得罪 拉倒 我呢 就不管这个事了 本身而言呢 这些国家 像希腊呀 捷克呀 可能他也没什么汽车产业 他呢 也觉得犯不着 那么我谁都不惹 对吧 后续 如果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贸易冲突 贸易战 只要不伤害到我的身上来 我也就不管这事了 对吧 那么反对票的国家很清楚的 特别是德国和匈牙利 那明明显显的 这个政策本身 是伤害了自己国家的汽车产业 所以本身欧盟 如今被弗德莱恩 领导到这样的一种程度 外力介入之明显 侵害自己欧盟范围之内的 国家的工业发展 那你说说看 这样的一种政策 他怎么可能 不对欧盟产生很大的冲击呢 欧盟后续 如果弗德莱恩 一直要这么干下去的话 恐怕迟早就解体 这话虽然说的有点早 但是我们且看以后 对吧 你比如说 英国之前就已经退出欧盟了 如果一直 都推出这样的政策 一边去搞俄罗斯 一边去搞中国 以欧洲现如今的 整个经济发展的情况 欧洲的内部的状况 已经非常糟糕 我们说有人和 才会有什么呀 才会有发展 对不对 你每天欧盟的领导者 不想着如何扩大 自己的朋友圈 整天跟着美国 摇旗呐喊 搞了一堆的敌人 这真的符合 欧盟的利益吗 我们看到了 这样的一种状况 发生之后呢 那么中国商务部 是在周五的时候 也就是欧盟表决结果 出来之后呢 就提出了会动摇 中国投资者的信心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中国官方媒体呢 也加大了 针对这一政策的 一些抨击的力度 那么比如说 央视媒体下方的 一些这个自媒体呢 就谈到 加征关税和吸引投资 不可能兼得 呼吁欧盟 做出理直选择 目前呢 已经做出了 这样的不理直选择了 那么吸引投资 一方面呢 又希望中国企业赴欧 一方面呢 又加征关税 两者之间 确实是不可能兼得的 那么我们也看到 负责与欧委会 抗辩的中国机电产品 进出口商会的负责人 就谈到了 有很多的欧盟成员国呢 之所以投赞成 对华加征关税 那为什么赞成呢 是因为他们想用 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迫使中国企业 到欧洲投资 但是中国的态度很明确 支持征税 就会失去投资 那这个呢 很清楚的 目前的癥结点呢 是在这个地方 对吧 你加征了关税 那么你就会失去投资 那么支持 对来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 加征反补贴关税之后呢 我们看到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的 一些专家 就像联合早报 谈到了目前的一些状况 指出 目前正常的市场行为是 一旦欧洲筑起了关税的高墙 中国企业 可以采取在欧洲设厂 生产汽车的方式 来绕开关税壁垒 这显然是一部分欧洲国家的盘算 既保护自家的电动汽车企业 也迫使中国企业到欧洲投资 那么另外呢 中国车企是不是会硬着欧盟一些国家 这样的盘算 真的去欧洲投资呢 目前看起来也是大概率事件 因为在过去日本汽车产业 高速崛起的过程当中呢 很清楚的 当时的欧美 主要是美国方面 针对日本的汽车呢 也是展开了大规模的这种 这个怎么讲 就是制造各种的贸易障碍 反正呢 包括社会群序的渲染 当时美国的一些政客们 把日本车开到大街上 拿锤子把它给砸了 拿推土机把它给压了 反正呢 就是各种演戏 各种的这个 这个保护主义也是泛滥 那后来的做法就是 日本汽车企业呢 在欧洲 在美国 在全世界到处呢 去投资设厂 这一次欧洲方面 针对中国汽车的行动呢 它的出发点呢 是商业利益 是吸引投资 这是它最本质的出发点 因为这里面 按照美国的逻辑 有什么国家安全 等等之类的呢 这个谈不上 对吧 汽车产业 在中国的马路上 在中国的马路上呢 有非常多的各国汽车 对吧 你如果说汽车 也扯上国家安全 欧洲方面呢 至少目前这一次 它主要考虑的是 经济利益 所以很清楚 那么未来的中国呢 一定会在欧洲 有很多的汽车产业的投资 包括呢 设立工厂 设立汽车的 像新能源电池 上下游的产业链 还有一些研发中心 这是肯定的 但问题就在于 中国也不可能在欧洲 所有的国家 都去投资设厂 对吧 那么只是选择一些国家 你比如说匈牙利 你比如说 德国本来就具备 非常完善的汽车工业 那么我呢 到德国去投资车厂 可能更符合逻辑一些 对吧 法国既然已经不行了 而且这次投了赞成票 我不仅要加征 法国酒的 这个葡萄酒呀 包括其他一些 这个酒的 这个关税 而且呢 绝无可能到法国去设厂 除非以后 法国提出其他一些条件 来做交换 那么中国车企呢 和当年的日本车企一样 在国内的汽车产业 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呢 未来就会在全球扩张过程当中 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 很多国家呢 也是有各种盘算 那么之前 土耳其对中国汽车加征关税之后 我们也看到 汽车汽车到土耳其去投资设厂 反正呢 中国企业出海呢 也的的确确需要在全世界各地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这个本身呢 也符合中国企业在全球化布局当中的一个发展路径 虽然中国制造业的基础比较好 但是也不可能所有的商品都在中国制造 然后再运输到全世界去 这个呢 难度比较大 一方面呢 是整个的供应链体系 商业生态的问题 另一方面呢 是全球地缘政治板块 有的时候呢 和其他国家的合作 可能也是有需要做一些投资的行为 就像当年很多企业来中国发展呢 也在中国做投资 大概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核心科技呢 千万不能够轻而易举的啊 就流失掉了 这个呢 会影响长期的竞争力 当然我们也要说 随着欧盟方面通过加征关税的提议 相关措施呢 目前仍然没有实施 那么中欧双方的谈判团队 目前还在继续谈判 下一轮谈判时间是10月7号 那么中国方面这一次出手呢 等于为谈判增加了谈判筹码 也就是说 你们所有这些投反对票的国家 可以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几乎就点名是法国了 对吧 你这么干 那么接下来 那你的盘算 你的这个算盘 你的这个诉求 一定得不到回报 那么中欧双方是否还有这种回旋空间 那么一旦谈判破裂之后呢 后续的走向会怎么样呢 那我觉得是这样子啊 中欧双方呢 我认为还有一定的谈判空间 但是呢 想要取消欧盟的这个关税 既然欧盟方面已经投票结束 那么想要取消呢 难度就比较大 另一方面 目前决定欧洲对外政策的最主流逻辑呢 还是美国在背后的影响力 目前的欧洲在面临安全问题的情况下 比如说所谓的俄罗斯的威胁 那么这是欧洲目前感同身受的 所以呢 这个美国提供的北约的集体安全体系呢 这个欧洲方面呢 他肯定是要考虑这因素的 又加上像冯德莱恩 最新任命了一个极其反华的人士 作为外交欧盟的这个安全与外交的这个负责人 也就是欧盟的外交部长 来取代此前伯雷利的角色 反正啊 欧盟呢 已经有点越来越搞不清楚自己的角色了 他就一边倒的跟着美国摇旗呐喊 结果就导致欧盟内部的分裂呢 越来越严重 也就是说 欧盟当下他们考虑的问题的角度 维度呢 已经从这个我们过去的所谓理性客观公正 默克尔时代的以和为贵 来发展商业 已经从原来的那个逻辑 过渡到今天 为美国马首是瞻 美国让我怎么干 我就怎么干 反正呢 侵害我欧盟自身的利益 我也在所不惜 德国的去工业化状况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呢 这也阻挡不了 对吧 欧盟推出关税政策 进一步伤害欧洲 德国的工业体系 尤其是那些波罗的海小国 整天呢 满世界的啊 这个嚷嚷 对吧 这些立陶宛啊 这个上蹿下跳啊 指着中国的鼻子骂 但是中国方面呢 屌的不屌的 反正对吧 这样的小国家 就是这样啊 自己人口又很少 一方面跟俄罗斯作对啊 这个对抗 有历史的一些各种因素 咱就不管了 对吧 中国和你这么远啊 你没事戳中国计量股 而且干涉中国内政啊 之前的立陶宛的 这个一些政客 还跑到中国台湾去啊 在那里叽叽歪歪 像这样的国家呢 你想想看 他肯定在各种欧盟投票当中 他本身也没什么产业 对吧 可能就有点旅游业啊 轻工业服务业 也就这样啊 之前还说 邀请台积电去立陶宛投资设厂 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都觉得你真的是疯了 真的是疯了 这搞不清楚了 他以为他自己是美国 对吧 美国要求台积电去美国设厂啊 这个立陶宛要求台积电去立陶宛设厂啊 这个脑子不知道怎么想的 反正呢 就是这么个格局 欧盟内部呢 民粹泛滥 对吧 所谓的理性工程客观 默克尔路线呢 已经完全被取代了啊 我们不能够简简单单的 用我们中国人的思维 对吧 大家以和为贵 大家这个反正呢 这个互利共赢 一起做生意嘛 对不对 这个做生意 有买有卖 相互之间 也算是一种利益交换啊 那么未来呢 长长久久的啊 大家合作共赢嘛 反正中国和欧盟之间 这么远的地方 对吧 你说当年嘛 咱就不提了 就面向未来的时刻 或者眼下的地缘政治 你说中国真的能够把军舰开到欧洲去 给你干一仗吗 你欧洲现在如今呢 你也没有本事 再把军舰开到中国周边来 和中国干一仗 当然 在美国的要求之下呢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欧洲小国 把军舰开到了中国周边海域 就晃了几圈 我真的觉得这个莫名其妙 反正呢 就是不自量力吧 无论怎样吧 我们也看到 对吧 这个现在在美国的大选之下呢 特朗普的选情呢 是逐渐看好 如果按照这个走势 继续走下去的话 那么未来特朗普上台之后呢 肯定会猛抽 弗德莱恩的大嘴巴子 因为很简单 他甚至有可能对欧洲国家 加仗关税 到时候看你欧盟的这些 亲美分子 你到底如何自处 如何自处 这不是简简单单的 对吧 目前推出政策 中国怎么搞中国 怎么让中国不爽 就推什么政策 这些所有的政策的后续呢 如果不从一个长眼的眼光 来看待的话呢 那么一定会反射到 整个欧洲地区的发展 我们也看到 中国方面会继续此前 就已经开始的 针对法国的 这个白兰地 所开展的 反倾销税的调查 还会扩展到一些 其他的领域 我们之前看到了 针对西班牙的 这个猪肉 针对什么欧洲地区的农民 所生产的各种奶制品 反正呢 你打我 我就搞你呗 对吧 这个很简单 你以为中国是吃素的 你随便搞一搞 对不对 中国和美国之间 贸易战打了这么长的时间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 依旧是处在一个 非常高的水平 对吧 你脱离得了吗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那么另外一方面 根据美国彭博社的报道呢 中国除了对从欧盟进口的大型发动机汽车征收报复性关税之外呢 也可能向欧洲航空和农产品加征关税 以及限制生产电动车所需的稀土和锂电池的金属出口 如果继续这么玩下去 在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方面呢 中国是占据上游的巨大优势的 从整个的矿物质原材料 再到电动汽车的这个各种零配件 再到中国电动汽车智能汽车 如今在软硬件系统方面的优势 欧洲不把自己的电动汽车产业 汽车产业给玩死 看起来是不会收手的 你伤害了德国的汽车产业 对你欧盟又有何好处呢 对于你这些波罗的海的小国家 对吧 通过欧盟体系每年德国是最大的财政供应国 结果德国现在的政策 德国的利益你都完全不顾不理 德国每年给这么多钱给欧盟 给什么当年的对吧 欧债危机的时候 这个有钱的国家主要是德国法国了 那么实际上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但如今呢 反正这些国家 哎呀 真的是 我是从逻辑上来讲 从道义上来讲 从各方面来讲呢 如今的做法呢 非常的不地道 非常不地道 所以他们就直接把这个德国的工业体系给摧毁的话 那实际上对欧洲长期来说呢 一定是暗淡的 前景一定是非常的不光明的 中国当然也会顾及到中欧双方整体的关系 也不可能呢 采取一个不成比例的反制措施 毕竟呢 无论欧盟的这些这个领导者多么的疯狂 全球的局势呢 在巨大的动荡和变化之中 而欧盟呢 又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欧洲国家再怎么说吧 它这个发达国家为主体 那么也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反正呢 中国会和你来进行周旋 这个游戏呢 刚刚开始 对吧 既然已经启动了 那么后续想要结束呢 也不会那么容易 但是呢 你指望中国说一息之间和断绝欧洲的所有联系呢 这也绝无可能 对吧 欧洲在匈牙利的汽车产业的生态体系的投资会继续 中国在希腊的港口投资会继续 中国德国这次投了反对票 对吧 那么中国呢 和德国之间在汽车工业上的合作会继续 毕竟无论是宝马奔驰还是什么BBA吧 奥迪 他们在中国都有大量的投资 那最新宝马在东北的这个宝马的工厂 对吧 还进行了应该是100亿人民币吧 反正就是扩大产能的投资 那么中国呢 也不可能 对吧 在这里面不分清楚 这个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 这个呢 要把它分清楚 弗德莱恩 还有弗德莱恩所任命的最新的欧盟外长 他对中国十分之不友好 但是呢 欧盟有很多的企业 他们是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态度 所以中国方面的出手呢 会考虑的因素也比较多 也不可能一股暖的去反击欧洲 把欧盟方面更进一步的推向美国 这个世界局势比较的复杂 你好比说这一次德国的带头反对 和法国所投下的赞成票 这两个国家呢 当然就要做区别对待 对吧 和德国其他的恩怨勤仇 咱先不说 那么就这件事情上 在汽车工业的发展上呢 中德之间是有合作空间的 对吧 我们一马归马嘛 这一次最起码 他是不断的出来吆喝 对吧 德国的财长 德国的这个经济部长 德国的汽车产业界 不断的说 我们千万千万不能够 伤害自己汽车产业的方式 来做出这样的决策 等等之类的 但是法国不管呀 法国想着 法国的诉求很简单 我又没什么汽车产业 对吧 我就这样了 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我把德国汽车产业打垮的话 在欧洲地区 说不定能够扶持 我法国的汽车产业 所谓的欧盟之间的 大家一家人 我们都是欧洲人 曾经感动人心的那些口号 对吧 如今看来呢 也都变得是各怀鬼胎 这就是局面就是这样 对吧 你比如说 我们看到这个欧洲方面 加征关税之后呢 很快的 很快的 那么宝马汽车就直接跳出来了 说欧洲欧盟 需要与中国迅速达成和解 以防止一场 无人受益的贸易冲突 宝马集团如此 大众集团也是如此 反正德国只要是汽车 相关的贸易商 脑子还清楚一点的 这个从业者呢 都是这样的态度 只有那些上蹿下跳的政客 和那些跳梁小丑呢 他们才不管这么多 对吧 他们考虑的是 美国爸爸开不开心 美国都加征中国 百分之一百的关税了 对不对 我加征百分之三十多 这算什么呢 这不很好吗 对不对 这已经给你中国面子了 这帮小丑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呢 产业界呢 有他们理性客观的 这个看法 很简单 产业界的人士呢 这事关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 对吧 他们要赚钱 他们要生存 要在中国汽车产业面前 要发展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的 汽车生产国 第一大汽车消费国 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任何一个欧洲的汽车厂商 不可能无视中国市场 来和中国开展所谓的 汽车贸易战 关税战 这简直是脑子坏掉了 脑子坏掉了 那么我们也看到 宝马集团的这个 声明当中 说的很清楚 这一次的投票结果 对欧洲的汽车工业来说 是一个事关行业命运的重要信号 现在欧盟委员会 必须和中国达成 迅速达成和解 以防止呢 这样一场 没有任何人 得到好处的贸易冲突 那么德国投票反对 希望增加 谈判解决问题的机会 宝马集团反对 大众反对 奥迪反对 等等之类的 反正呢 都是奔驰反对 那意见呢 都是高度统一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行业内的专业人士 是很清楚的 那么欧洲的汽车集团 是这样的态度 那么中国的汽车集团呢 也很清楚 对吧 比如说 吉利控股呢 那么我们知道吉利汽车 对于欧盟 反补贴 投票 关税的投票结果 发表声明 同样表达非常遗憾 非常遗憾 那么吉利控股的 这个声明当中指出 欧盟委员会 对中国的汽车关税的法案 这个令人感到非常失望 将会阻碍欧盟和中国之间的 经贸关系 最终损害欧洲的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吉利控股集团呢 对此感到失望 那么我觉得呢 这个反映出 无论是中国的业界 还是欧洲的业界 大家只要是在这个产业链上面的呢 没有任何人得到好处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 消费者的态度呢 也很清楚 你比如说 德国的一个汽车俱乐部 所做出的一份调查报告就显示 80%的德国消费者 愿意购买中国的纯电动汽车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说明 中国的品牌汽车 通过性价比和质量各方面呢 对德国消费者 对欧洲的消费者来说 已经非常的有吸引力 那么纯电动汽车 80%的受访者表达出兴趣 这个结论本身呢 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 欧洲的这些政客们 为什么此刻如此之慌张 对吧 迅速对中国汽车加征关税 可能他们也知道 这个欧洲的汽车呢 在中国汽车产业面前呢 已经没有什么竞争力 就如同美国 希望保护自己的什么福特呀 什么其他的汽车品牌一样 通过高额的关税 来保护这些企业 但是到最终呢 一定还是不行的 只要你失去创新的土壤 你的这个性价比不行的话 那么你只靠关税 温室里是涨不出 对吧 这个好的果实的 很清楚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 德国的消费者这样 那么欧洲的消费者呢 整体这些年 对中国汽车的 这个好感度呢 也在快速的 快速的增加 那么欧盟方面呢 对中国科技产品的 依赖性呢 也在增加 那么中国的商品出口 早就告别了过去 所谓低端商品的时代 迈向了高端商品的时刻 你比如说 根据欧盟的统计局 最新所公布的数据 2023年 欧盟在高科技产品 进口方面 中国占据显著地位 32%的高科技产品 进口额都来自于中国 总价值呢 是1550亿欧元 这个 我想这个数据本身呢 就反映出 中国出口的商品当中 电子电信设备 高科技产品的占品呢 越来越高 那么欧盟方面的 消费者和老百姓呢 对中国商品的 这种友好度 反映出 信任度 反映出 中国商品质量的提升 高科技产品 占比的提升呢 其实 都已经 深入人心 所以欧洲方面 这样的打压动作 真的能够杯葛 阻碍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吗 我看难度是非常的大 他也是